大家好,按照土工的流程,按照他们开会的惯例 在这个共产党的所谓的七中全会之前,前一天 共产党的所谓的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会开一个全会 有一两百个纪委的中纪委的委员在一起开个全会 要审计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要在二十大上面要召开的 所以先要开,开完了以后交给七中全会审议 七中全会审议以后再交给二十大做报告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报告很重要 共产党的游戏里面 过去这些年大家都知道,细胞子主要是反腐 反腐这边虽然共产党有很多个反腐的机构 但是最终大权在握的依然是中纪委 其实这边还有监察局啊,还有反贪局是不是 然后还有公检法,你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腐败的机构 然后呢,中纪委呢,这些年呢是大权在握 是风生水起啊,绝对是掀起了金涛骇浪 大家知道的,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出了个王岐山 王岐山这个人呢,你给他任何一个职务 他都能掀起这个金涛骇浪 他就这么一个人,他有他的玩法 有他的本事啊,有他的能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所以很多人说中共的这些官员 那些官员里面最有能力的就是王岐山 但是王岐山这个人他太有能力了以后呢 他就成为众矢之敌嘛 对吧,所以呢很多人也防着他 一般意义上像他这种有能力的人啊 都会各个方面的人都会防着他 所以关于这个中纪委的会议啊 有很多个话题需要我们扯吧扯吧 有些呢是叫做什么价值观层面的 有些呢是这个土工的内斗的后黑学的层面的 就是人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啊 就是这个中纪委全会开会啊 猎蟹有两个人,猎蟹有两个人啊 猎蟹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呢 没说是吧,没说 这是第一个有趣的地方 第二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赵乐际作为总书记 哎,错错错,赵乐际作为纪委书记做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讲什么呢,也没有公开 把它给藏起来了,哎,所以很有意思啊 你把这两个这个所谓的看点你记住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 一些个很重要的东西 首先第一我们要分析中纪委这个机构的存在 他在过去这十年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一个影响力 为什么会这么牛逼啊 这个其实你说这个中共的反腐机构啊 共产党的反腐为什么搞不好呢 为什么抓了这么多贪官还不断的在抓呢 那真是叫叫长江什么后浪推前浪啊 没有最贪只有更贪啊 难道中国人都不怕死吗 难道共产党的这些个人都不怕死吗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同样如此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明朝 明朝的时候那个朱元璋反贪官是反的最厉害的 直接就就把你给就拨人皮 然后把人皮呢做成灯笼 悬在那个城楼上面 那叫一个圣子荒 那叫一个杀人 但是依然有贪官乐此不疲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共产党反贪官呢 是假反的呀 细胞子反贪官只不过是在抓住权利啊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当然有了 但是至少从这个常识的层面啊 从思想史的层面不是这样子的 这只是一个外部的原因 或者是只是一个外部的一个成因 真正的内在的机理 在于这个反贪的这个制度设计有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反贪的制度设计 给大量的贪官提供了大量的不断贪腐的机会啊 所以我们一般意义上啊 我们早就说过的 你共产党反腐败 你其实本来就有机构的 首先你的宪法 你的这个法那个法 所有的法里面都没有说哪一个法规定 共产党的官员可以腐败 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呢 你只要有公检法就可以了 是吧 就足够了 最多最多 你像香港过去 搞了一个什么年证公署 这个年证公署 就大概相当于中纪委吧 对吧 或者相当于某一个机构吧 反贪局也可以啊 或者是监察局也可以啊 有一个就够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啊 香港的年证公署 它的级别是没那么高的啊 它应该是这个司法下面的一个机构 就是它不能够超越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 因为在一个正常的时候 司法它是独立的嘛 你如果一个年证公署 比司法的位置或者级别还要高的话 那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影响了这个司法的独立的这么一个体系 这就玩不下去了 这对于是有两个部门在那里抢抢生意了 这就麻烦了啊 这个话说得够形象吧 所以土共中国的反腐机构 其实你有一个有公检法的系统就可以了 然后加上你共产党的那个所谓的领导 亲自领导亲自部署就可以了是不是 最多最多有一个中纪委 但是中纪委不能够大于中共的所谓的司法机构 因为你中纪委一大预动 那司法机构是什么东西呢 你还有个正法委是不是 不乱套了嘛 所以为什么反腐败搞不好越反越多呢 就是因为反贪的机构太多 而不是太少 这个道理咱一定要明白啊 咱一定要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要搞清楚 为什么在中国反腐败搞不好 不是因为共产党不想反腐败 也不是因为席包子想抓权 借腐败的民意搞权斗 这些都是一些次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反腐的机构太多了 这就是所谓的奥卡姆提到原理嘛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词的啊 就是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增加实体嘛 你有一个中纪委了 然后你还成立一个反贪局 然后成立一个反贪局 那你还不算 你还成立一个监察部 成立一个监察部还不算 你还成立一个各种什么什么的 督察小组这个小组那个小组 那到底听谁的呢是不是 我们知道每一个部门 他都是一个极得利益集团 那同样的都是反贪的部门 然后都是一个极得利益集团 他们之间可不就抢生意了嘛 所以你知道吗 反腐败在中国 他最后就闹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什么笑话呢 就是他是一个生意 他本来只有一个生意 但是有六条狗或者十条狗去抢这个东西 那可不是越反越腐败吗 那可不是大家都是跃跃欲试吗 这个给那个贪官提供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贪腐的空间 就是我如果说腐败的话 也许我是一个例外 因为为什么呢 也许这回不是中纪委找我的 是反贪局找我的 也许不是反贪局找我的 是监察部找我的 也许不是监察部找我的 是法院找我的 是不是有很多个人 我也许可以通过我的路子 可以疏通关系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中纪委这些年不断的抓贪官 然后呢监察部又不断抓中纪委的贪官 然后各路人马大捞这个土工北京 然后好不热了 最后就贪官越反越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制度设计应该是越简单越好 而不是越复杂越好 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 因为制度设计 它是往往上走的 是捍卫基本的正义 所有的往上走的东西要越来越简单 哎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基督徒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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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院里面 一个那时候不叫神学院的 那时候叫什么 叫做修道院呢 修道院里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研究人员 一个基督徒 他为什么就能发出所谓的奥卡姆提到原理呢 他是从圣经里得到启示 中国人是理解不了的 中国人做任何事情啊 我要成立一个什么新部门 比如扶贫了啊 我要成立一个扶贫的部门 你为什么成立这个东西呢 你下面不是有县政府吗 有市政府吗 有乡政府吗 有村支部吗 村委会吗 就可以了呀 你成立一个扶贫办 又多了一个贪腐的这么一个部门 开玩笑嘛 这个话一定要多讲几句啊 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 所以我们发现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列席的人员是谁 那后来有人爆料了 是前任的两个中纪委的书记 一个是何国强 一个是吴关正 这两个人 那为什么王岐山没有在场呢 王岐山也是纪委书记啊 加上这个赵罗记等于有四个人 是不是四个纪委书记 只有两个纪委书记 前纪委书记到场 是因为赵罗记跟王岐山 他们俩是有伙的 而中纪委之所以独大 是因为这两个人 在他们的任上的时候 把中纪委已经搞成了一个 相当于民朝的东厂 东厂西厂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现在是有前任的两个 两个纪委书记 去控制目前的赵罗记 和已经之前的王岐山 王岐山这个人虽然是很有能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他太有能力以后 所有人都忌惮他 所有人都想弄他 所有人都想避开他 所以王岐山的下场是很不好的 我们听说这个北京的有人放料的 说王岐山自己知道的 自己下场不好的 以他的能力 他可以做很大的事情的 但是呢 结果他就没有做很大的事情 没有做总书记 没有做总理是吧 他的人生的志向是做总理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人呢 他身上有一种江湖气 有一种匪气 他在习包子上任的时候 他其实完全可以站在尼克强这一边 真的 完全站在改开派这一边 但是他没有 他选择当年跟习包子一起下乡 一起嫖娼的岁月 哥俩好 是不是 就是习包子这个人牛逼 中共终于出了个牛逼人 站错队了 王岐山也有站错队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 结果他后来又被习包子又派的这个什么孙力军这帮人 又给他又泼脏水 这个人其实是很惨的 他下场很不好的 王岐山不进监狱就不错了 所以目前我们看啊 这个习包子还有一个第三个我们需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习包子特别想控制中纪委 因为王岐山赵乐际搞的时候的确是都听他的呀 基本上习包子说了算 如果中纪委被这个改开派被原道派拿走的话 习包子真的就完了 他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几个板块嘛 第一军方 军方看起来跟习包子已经没什么毛关系了啊 基本上把他给排除在外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笔杆子 笔杆子这个东西呢 目前应该还是在习包子的手上啊 至少有半笔江山在他手上 第三就是中纪委 中纪委这边如果习包子能控制的话 他下一个十年 他无论是是黏人还是不黏人 他都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保护自己 因为政法系统他全得罪光了嘛 军队也全得罪光了嘛 但是中纪委系统他并没有 王岐山是他的人嘛 至少以前是他的人嘛 中纪委赵乐际也是他的人嘛 他现在特别想把中纪委这块搞清楚啊 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习包子控制中纪委如意的算盘呢 算是也落空了啊 从这个中纪委的会议你能看得出来 所以关于中纪委的事情呢 其实有很多有趣的常识 有趣的思想史的风暴 有趣的土工中国的类斗 都是可以反复的白吃白吃可以说说的啊 但是我这些我想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做事情 做事情一定要在这个方法上要复杂 但是在制度层面在价值观层面一定要简单 在价值观层面你搞的太复杂 你是属于没价值观 在方法层面你如果搞的太简单 你是没脑子 谢谢